中國現在全球疫情還沒結束 已經被害慘了 中國現在又要放新的病毒出來 而且據說很要命啊 不是其實中國大陸 現在很多事情就是不透明 自從去年武漢肺炎開始之後 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隱匿啊 造假什麼都會對不對 我們先來看一下好了 中國之前不是有傳出很多什麼 假米假酒 那個米是塑膠做的 酒喝下去可以變假醇 眼睛會瞎掉會死掉對不對 現在竟然連假魷魚都出來了 假魷魚 對啊 因為這前幾天 四川成都就出現一個 你看 他去市場買了一個魷魚有沒有 他拿回去就開始煮 欸 很奇怪 煮煮的這個魷魚 下水沒多久 就開始慢慢溶解 真的假的 對啊 那個魷魚就這樣煮 煮到最後溶解 他怎麼撈連渣都沒有 不然你也稍微撈一下 眼睛是什麼的對不對 死板啊 天啊 煮到最後連渣都沒有啊 對啊 連渣都沒有 他就覺得奇怪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就不相信 他隔天又跑去買 他想說我長一隻 今天還要兩隻可以嗎 對不對 買了之後你看 他再去煮的時候 果然是五分鐘剩下渣 八分鐘又一樣 魷魚又全部不見 真的 太扯了 上個禮拜不是才發現一個 買蔥回去 那個蔥還會掉色有沒有 一抹就掉色變藍色 所以這到底是什麼蛙鉤 對不對 而且以前你看 這個這種綠色還是塗上去 這蔥看起來 你怎麼會想到說這個蔥也是造假 那實在是吃了到底有什麼蛙鉤 我也不知道 吃得很恐怖啊 還有網友說我已經吃了好幾斤了 現在才跟我講 現在才告訴你 好啦 那我們就回來講說 其實你看造假真的不只一項 現在中國衛健委在1月29號那天 他告訴你 新增的確診是52例 無症狀感染是16例 可是他們網友就拼拼 紛紛上網就講 怎麼可能 光黑龍江的病例就是居高不下 你知道 他說那個黑龍江 封了多少小區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不通報 他們就出來講 管控民燈上好多被封閉的小區 根本就不在上面 整個區都封了 他怎麼可能告訴你 封了就告訴你說 當作沒看到 這個數字就蓋牌了 對啊 那前幾天大家我就講 對不對 他今天只要他不背 這個鍋的話 過沒多久之後 他就可以升官發財 掉到別的地方去 搞不好又升官 他幹嘛現在跟你講 好誇張 而且你看河北 我們之前講說河北 哇那個是為了消毒 那個人民解放軍 化學兵有沒有 滿個街道就開始噴灑 那個消毒藥劑有沒有 他說為什麼河北有資源 那黑龍江為什麼只用封小區 全部都被封起來 為什麼資源在哪裡 搞不清楚狀況 這些小粉紅腦袋真的有洞 我現在告訴你答案好了 天子腳下 對不對 你們那個偏遠地區對不對 人名如草戒 對啊 那偏遠地區長官根本看不到 我跟你講 所以就有人就乾脆就講了 我已經倦了 對不對 被關到都懷疑人生的 開始毀滅吧 對不對 整天的人坐在西島上就好了 對不對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告訴你說 現在很多地方 尤其之前我們講到吉林通話 這個地區 根本就沒有東西可以吃 因為被封小區之後被封了15天 斷糧斷食那怎麼辦 後來央視 領導不是送菜來了嗎 送菜 你知道那個送菜的原因 是因為央視主持人 他問了那個通話市長 那個李平他問他說 為什麼這些人你不是說要送東西去 為什麼沒有人送到 講了之後 明天就來 明天就來 好啦 明天來了一次 一趟之後有沒有 後續又沒了 好就再也不再來了 而且來了那一趟之後 那天我們就講了對不對 送米送菜的兩個人對不對 後面拍照的八個人 真的 所以趁這個機會 還可以做一些大內宣 你看 所以就跟你講 你看15天來只送一次 那到底要吃什麼 好啦 那有些人想說 那我上網去購買可以吧 我就跟你講 他們現在上網去購買的話 還不保證送得到 因為有的地方封區封路的話 你訂了之後 我不是不給你啊 是因為道路被封了 所以我送不出去嘛對不對 一個月後才來人都掛了 對啊 那我就跟你講 你看 現在接下來中國的疫苗 剛才不是我們講說 我們現在台灣 國內還有很多人 一天到晚才叫什麼 中國大陸的那個 疫苗多好 效果多好 你真的睜眼說瞎話 你知道嗎 你知道中國的中心社 他就講 中國現在有16種疫苗 進入臨床試驗階段 16種疫苗 有效一兩種就好了 你搞到16種 就像他們之前20幾種篩劑有沒有 對 篩劑的話呢 20幾種 那篩到什麼時候 進入北京的時候 他不是告訴你說 你至少要拿三家不同公司的 那個篩檢結果有沒有 全部都陰性你才可以進北京啊 天啊 都獨立廠商了 而且你要篩到最後20幾家篩劑 對不對 做了那麼久 搞了一年多了 對不對 現在竟然還要剛篩 你看 真的 所以你看很多人就真的說 那真的是剛篩 從頭到尾的話剛篩的話 那乾脆他就躲在家裡 不要出門好了 否則的話 那個小菊花怎麼受得了 所以你看他現在說疫苗16種 太誇張了 現在才進入臨床試驗階段 對不對 天啊 之前你知道嗎 他們科興跟國衛院的疫苗 他不是當初要送到巴西去嗎 對 他們後來檢驗說 巴西的疫苗 送到巴西的疫苗的保護率 就50.4% 那時候大家就笑說 哇 不錯 跟半倍差不多 對不對 50% 真的 後來竟然還有小粉紅講說 竟然一劑的話 打了只有50%的保護率 打兩劑就100%了 那你為什麼不打三劑 現在16劑 你可以從頭打到尾 看看那個保護率是不是更強 對不對 真的打到死了 對啊 所以就跟你講說 而且那個中人生 現在出來講幹話 對不對 沒關係 我們三月的時候 全球病例就會開始下降 這句話我好像去年七八一 去年就聽到了 對啊 你講過好幾次 那你為什麼還在賣你的那個 什麼什麼 玲花的那個有沒有 玲花清淤丸的什麼東西 你自己賺飽飽 一直出來講這些屁話在幹什麼 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看 小粉紅終於有點覺醒了 對不對 16種疫苗 他真的是把他當作是白老鼠 可是我說實在話 現在荷蘭有一個那個什麼藥物可及性的那個基金會有沒有 他突然前一陣子就做一個獨立報告告訴你 現在全球各大藥廠都在努力在做一些那個武漢肺炎的那個那個疫苗嘛對不對 可是他們講說其實啊 2021年很恐怖的一件事情說 全世界大概還有五種到十種的疾病 他會流爆發流行 五到十種疾病 而且其中有一種病毒叫做立百病毒的這個有沒有 哇 這個立百病毒他說這有可能從中國再爆發出來 而且如果再用中國爆發出來的話 你知道他的致死率40到75%之間 而且他除了說呼吸道症狀之外 他還會讓你有腦炎跟腦腫脹的那個症狀啊 之前1998年在孟加拉還有印度就曾經發生過立百病毒 那時候的致死率就大概四成左右 而且這個是什麼 有果符有沒有 一種蝙蝠啊 又是蝙蝠 你聽到蝙蝠你就很害怕 都是蝙蝠啦 武漢肺炎當初不就是因為研究蝙蝠搞的嘛對不對 所以突然間蝙蝠你就聯想到這個很邪惡的習近平 真的他前幾天才講了一件事情 他竟然跟全世界講說 突發的公衛事件絕非最後一次 那個時候大家就還猜你在預告說要放毒了嗎 所以這次這個立百病毒 還真的咧 是不是在中國大陸已經有某些地方開始有這種流行啦 對不對 因為之前說真的 馬來西亞醫保還有新加坡 都曾經有這種病毒發生嘛對不對 問題是人家那些國家比較透明 比較那個其實這個很恐怖 這是很多人畜共通的傳染病 而且聽說沒有解藥 對 沒有解藥 而且那個果符說實在話 之前在孟加拉有個案例是什麼 因為他在地上看到一個果 那個果實有沒有 果子啊 水果 他覺得這不錯 拿去拿去水水吃吃 一吃就中了 天啊 為什麼 因為果符曾經在這個上面曾經碰到過 而且他那個飲水裡面 就是因為果符在裡面小便 尿在那個飲水裡面 你喝到那個水就傳染了 所以就跟你講說中國大陸你看 剛才很多東西都可以造假 難道這些東西 他如果出現之後他會告訴你嗎 對不對 好啦 那說實在話 最近共軍又在幹什麼 這幾天我真的會氣死 你知道嗎 共軍一下子就夜間侵擾台灣 說實在為什麼他們會這樣 一直派這些飛機來 他們到底是氣油 有水到這個會停到 可以這樣一直給你繞過來嗎 而且說實在 這個最近南海這個區域 而且我們西南防空識別區 這個地方空中也是很熱鬧 美國的偵察機也在這邊 今天聽說他們還行政專機 也飛越這個地方 那我就跟你講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就是因為1月23號 美國國務院講了一句話 他刺激到了中共你知道嗎 他說他們會繼續協助台灣 進行防衛 而且他要維護這個區域 地方的和平 你知道中國大陸一直在講九段線 對不對 那美國就告訴你說不行 我要注重的是什麼 航行自由權 而且美國又一個大動作 就派了一個螺絲符號 航母戰鬥群在這個地方 而且更誇張的是 現在中國大陸真的囂張到幾點 金融時報還講說 他們從美軍那邊得到一個消息 他告訴你說 中共的那天的28號 夜間飛行之後 他們竟然還有一個 他們聽到共軍飛行員的 那個通話系統 他們告訴你說 當天的行動是模擬攻擊 螺絲符號航母打擊群的 那個指令你知道嗎 而且還下達什麼 發射反艦導彈的指令 可是我說實在話 中國大陸表面上很囂張 一直挑戰美國 一直挑戰美國對不對 可是最近 又有一個很詭異的現象 南華早報 這是他們那個外文的 那個大外宣的媒體有沒有 他們竟然公布一件事情 他說 他們對南海的這些潛艦的 那個男性的官兵 做一個心理健康評估 做了一個研究之後 竟然有20%點多的那個官兵有沒有 他們說 因為我們長期躲在海底下被孤立 對不對 他們心理健康出現了很嚴重的問題 哪有人一方面叫囂說 打你的航母戰鬥群之後 我另外告訴你說我的官兵有5分之1 總要瘋 所以你說這個 長他人自欺滅自己威風 你覺得 對 為什麼有鬼 他就是告訴你說 這個表面上這些都做做樣子 實際的狀況就是 我們的兵都是媽寶兵 上次要去印度的話 整車的人靠得不像這樣 哭什麼哭母的對不對 所以現在你看 我這邊裡面有5分之1的人都瘋 根本不能打仗 所以再告訴你說 我們不能打也不想打 所以做做樣子給你看看 所以你聽看懂就懂 看不懂的人 就不要再跟他們一起附和